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四百三十七回 话说徐凤年来到二等丫鬟绿椅的房中 绿椅笑问说黄国是个傻瓜 徐凤年没有转移视线 只是点头道 这个院子里啊 黄国系直是最笨的那个 自写的最丑 下棋最臭 谷征也谈得没什么灵气 每次呢都被你们怂恿着去处眉头 去赐于右威 去赐裴南伟 去赐陆承燕 四面出击 四面树敌 背了黑锅 还觉得自己嗝一搏云天 是顶天立地的女侠 我每次都是想骂她几句 都不知道如何开口 拐弯抹摸角的骂吧 她保准啊当成是在夸她 骂直白了 那还不得哭死啊 最笨的一个成了碟子 到头来真的是笨死了 所以啊 我不怪她 因为她就是个傻丫头 何况在黎阳央州那边 她还有爹娘健在 是迫不得已 那你呢 从来都是院子里最聪明的一个 我姐说了 你在北马无亲无故 为什么还乐意给蛮子卖命的孝子 好玩啊 你要是早些倒戈 安安心心做你的北梁女子绿椅 谁能来梧桐院杀你 重粮 慕容保顶 还是洪庆颜呢 后头两个 天下十大高手 一起被你喊去青苍城 不一样没能杀了我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绿椅平静的说道 殿下 要不咱们喝着酒聊天 哪杯是殿下的 哪杯才是奴婢的呀 就当给奴婢送行了 奴婢比黄瓜胆子大 城府更深 心底一样念着殿下能活着回家 不过奴婢更想着能跟殿下再说声话 黄瓜他就不敢 不但笨 还是个胆小鬼 徐凤年轻声冷笑一声 真的已经是鬼了 赶在清明前 挺好 绿意摇了摇徐凤年的袖口 眼神迷离 跟他对视 这名袖外会中的女子 喃喃自语道 大家都是女子 我凭什么是丫鬟 凭什么建州殿下就得自称奴婢 凭什么一辈子只能远远的看着你 我不笨 我也敢杀人 更能笔下杀人 纸上害人 我也有名字 我也想嫁人 我更想相夫教子 我有太多的想法 最大的一个想法 殿下知道是什么吗 气得殿下从京城回来 跟我喝酒 说了很多罪话 说了有关梦想的很多罪话 说丧家犬的梦想 就是有个家 说过河足子的梦想 就是过了河能回头 说剑客的梦想 就是进江湖有剑 出江湖还有剑 还说过 你不想有人因你而死 不想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 需要你去清明上坟 所以我的梦想 就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 真真正正的看着我 就像现在这样 我死了 你才能记住我 活多久 就恨我多久 徐凤妍抖回袖子 不让他攥住 绿意呼出一口气 奄然笑道 奴婢 说完了 也可以死了 殿下 可以走了 别污了眼睛 我不想 临死 还让殿下 多出一桩愧疚 徐凤妍 静止转身离去 徐凤妍离开屋子 没多久 外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轮椅吱吱声 绿意没有转头去看那个比自己更冷漠也更聪明的女子 他弯腰伸手握住一杯酒 是二郡主准备的绿意酒吧 绿意没有去看轮椅上坐着的女子 后者同样没有看向绿意 神情寡淡 绿意轻轻喝了一声 那就没两样了 绿意真的很聪明 如果是殿下亲手准备的两杯绿意酒 一杯是毒酒 但另外一杯自然是法外开恩的寻常绿意酒 绿意誓死誓活得看天命 可如果是二郡主徐卫雄刺系的两杯酒 注定只是会背着世子殿下送来的两杯毒酒 因此他喝下哪杯都一样 绿意随手拿起一杯绿意酒 一饮而尽 快到还没尝出那滋味 就又拎起了第二杯 还是仰头一口灌入腹中 既然是死 多喝一杯酒总是赚的 以往那么多次跟二郡主下棋对弈 聊聊几次获胜 正是靠他一点一滴的优势积累 绿意坐回椅子静静等死 许久过后绿意皱了皱眉头 只听到徐卫雄冷冷的说 我的确帮你准备了两杯毒酒 我也猜到他会给你换掉两杯 他想着让你饮尽一杯酒 觉得自己侥幸偷生 然后离开北梁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躲起来 可以心安理得的活下去 可我不会让你这么舒舒服服的离开这座院子 我就是要来逼着你喝光两杯酒 让你这头养不熟的白眼狼 清楚到底是谁亏欠了谁 他不想你死 又想让你舒舒服服的活着 我没那么好的心肠 除了老死 你就别想死了 我会让几只精锐有损 跟着你一辈子 一个嗓音打断了两个女子的针锋相对 行了 姐 徐凤年折返回来 推着轮椅离开 徐凤年推着他去了清凉山上 一起俯瞰梁州城 他轻声说道 我最后那点耐心呢 也磨光了 所以姐你放心 以后我不会还这么菩萨心肠 娘以前说过 谁都不是生来就该遭罪的 一个男人就算不能善待女子 也不可以随意去祸安 得把他们真的当人看 如今 梧桐院清静了 我也就没了后顾之忧 这回 你就当我 做了次了断 最后跟你任性一次 姐 咋样 徐卫雄 嗡了一声 徐凤年 差一笑 姐 你怎么这么讲理了 我不太适应了 徐卫雄脑袋往后一撞 狠狠的撞了一下 他平淡的说 我是见你当上了北梁王之后 去后山机造局的次数 超出了我的预估 才破例准你任性一次 北梁机造局 就建在清凉山后山的山底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机构 给北梁铁骑制造了天下最好的战刀 最好的铁锚 最好的弓弩 最好的铁甲 每一柄战刀 每一根铁锚 每一张弓弩 每一具铁甲 只要比别人好上一点点 但加上一个三十万铁骑 积累出来的隐性优势 是何等巨大而惊人 镇守帝国西北门户的第二任北梁王 对此的重视程度 由胜救亡 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病态地步 徐凤年神情坚毅 伸手做出了一个弓箭抛射的手势 他沉声道 我要跟北莽黎阳 讲一个徐霄当年定下的老道理 天底下最大的道理 就在北梁弓弩的射程之内 北梁百姓只知道青梁山北面 住着一帮山后之人 是做什么的 又是什么身份 都无从知晓 青梁山的后山 又被称作贝阴山 一直是禁地 一辆轮椅车缓缓下山 徐卫雄裹了件厚实的黑色球子 双指轻轻地拢住袖口 山脚有一片藏青色建筑 并不起眼 他自然知道 真正的北梁机造局 建在地面之下 常言灯火通明如白昼 当初黎阳吞食春秋 墨家巨子为赵氏出了死力 大忌苍生后 本想着可以攻城身退 独善其身 退隐山林做些学问 不过以赵家的尿性 加上黎阳老首府 对墨家一直贬低为 春秋流氓第十国 散布于朝廷上下 数千巨子被屠戮殆尽 尤其是顾建堂 和几位大将军 航无礼的巨子 几乎是一夜之间 就从人间蒸发 连尸体都找不到 只余下不足百人 在徐家的羽翼匹护下苟且偷生 其中以巨匠宋长岁跟杨光斗 两位老人为尊 宋长岁 轻于兵器锻造 杨光斗 常于攻守推演 都曾是老巨子的左麒帘的得意门生 在守校期间 身后推车的徐凤年 去机造局 除了追魂索命 死皮赖脸的 向宋长岁师徒督促辅甲的加紧打造 还跟杨光斗啊 讨教西线推演 徐凤年对机造局不陌生 算不上什么临时报佛教 还是少年的世子殿下呀 隔三差五就溜到机造局地下巢穴 欣赏那火热朝天的独油景象 当初跟江湖仇家玩的钓鱼把戏 故意从王府流露出气的那副 误人子弟的清凉山地理图志 就出自这徐凤年跟巨匠宋长岁的徒弟 曹伟两人之手 靠着这幅地图 想要进入清凉山 然后靠近梧桐院 不难 可要想找到确切地点 那就甭想了 可以说世子殿下跟曹伟这两人都是货爱 肚子里边的坏水啊 不相上下 少年时代 徐凤年没少被曹伟仗着伸手打得鼻青脸肿 徐霄要是想去机造局啊 帮这儿子找回厂子 那宋阳两个老头子 一个抬着头挖着鼻孔 一个斜着眼掏着儿屎 一问三不知 反正想要在那座迷宫里边找到曹伟那孩子 除非徐霄铁了心 要用两三千甲式挖地三尺才行 不过后来他徐凤年学聪明了 收买了许多机造局的同龄人 合着伙着 大压着曹伟 一起拦路 堵截 套麻袋 这才算是扳回了几局 总之啊 这徐凤年跟他稍长几岁的曹伟啊 关系称不上融洽 还有点天生不合 命中相克的意思 只不过各有各的软肋 比如说徐凤年那说 想要阴险陷害谁了呀 或者说鼓到一些个天方夜谭的奇巧物件 曹伟不管嘴上叨叨叨叨如何 不情不愿 真做起事来 比谁都收脚麻利 徐卫雄到了机造局的门口 却没进去 让徐凤年独自走入 他呢 绕道而行 车轮沿着幽静的石板路小静 折回了清凉山的向阳面 徐凤年熟门熟路 走入机造局 一路畅通无阻 墙壁嵌有灯火的地道 不断的向下延伸 好似没个尽头 机造局号称 能填下一座道寇的清凉山 规模之大 可想而知 徐凤年曲曲折折走了小半个时辰 穿过七座密室 十二条密道 才终于走到底层某处 该处事业开阔 有一座两楼高的炼气炉子 炉子四周啊 架有十几架梯子 距离炉子十几丈 摆有一张书案 堆满了自己潦草的图纸 桌底下呀 也散乱无数 有几个面红耳赤的古兮老人 在那争执不休 偶尔对着炉子指指点点 徐凤年没有打扰这些老头子的骂战 走到炉子前 被火光映照的红光满面 这只炉子名顶器 来历非凡呢 已经做古的唐锡剑炉 还在铸建的冬月剑池风雪炉 比起这个那都是小屋建大屋 据说大秦得天下 收缴天下铁器 铸就九顶 用以镇压两城三合四山 就是用这种墨家前辈打造的炉子 徐凤年笑了笑 正在遐想时被人跳起了一拍脑袋 徐凤年都懒得转身 一巴掌就把那不懂理数的家伙轻轻拍飞了 背后立马传来了一阵骂骂咧咧 徐凤年自从练刀以后 身后这家伙那就老实许多了 不过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姓曹的还是忍不住要挑衅几劲 然后也就是这个下场 曹伟揉着脸颊 跟徐凤年并肩而立 这个年轻男人呢 身材矮小 疏人不疏阵 跟徐凤年相处啊 喜欢踮起脚跟 即便是这样 仍是比徐凤年矮了半个脑袋 徐凤年笑道 听说崇孙被你折腾出来了 曹伟得意洋洋 比起最锋利的老主仲 锋利成度就差了一分 比起最结实的孙子 老巫程度差了半分 比起最轻巧的老爹 不过中了小半两 你小子 这下只都厉害了吧 徐凤年一脸讥讽他泼冷水道 都是差上一点 就没有哪一样是历代北梁刀里最好的 老祖宗也好 孙子崇孙也罢 都是徐凤年跟曹伟两人呢 给北梁刀取的绰号昵称 老祖宗是第一代真正常治士的徐家刀 春秋早期战士 徐家兵马都是靠这种锋芒毕露的初代梁刀打天下 可谓是所向披宁 在春秋中后期啊 比如征战西蜀跟湘凡公首的尾期 就换上了第二代刀 锋利不如初代老祖宗 但是相对更加轻便 而且结实 到了入主北梁 第三代北梁刀老爹又重新做了取舍 失下许多北梁刀邻居州的顽固子弟啊 所悬挂的北梁刀 大多是刀虎曲线最为美妙的儿子 那到了孙子这一代呢 北梁刀已经是经历了五代之久 然后在曹伟手上算是六代同堂 迎来了最小的重孙 这六种梁刀 除非是摸惯了兵器的百战老族 否则很难分辨出其中的差异 被徐曹两人私下称为孙子的第五代徐家刀 已经是被黎阳北梁两朝兵法大家 公认为最为攻守兼备的战刀 无论步战马战都是当事第一 北梁南朝几位大将军 跟黎阳燕辣王赵炳 广陵王赵义 这些个著名武夫 不是没想过要大批量的仿制 只是看似简简单单一柄刀的出炉 涉及铁矿质地裁铁效率 炉子火候 断打工艺 模具的定制等等 甚至要考虑到用刀士足的身材手臂比例 气厉的大小 所需学问繁复而艰深 北梁除了铁矿质地出众 以及工匠手艺精湛在内的诸多优势之外 最重要的是 北梁铁技束手边塞二十年 刀这东西 喝没喝过血 喝多喝少 都会相应的影响到他的精气神 别看徐凤年嘴上挖苦曹伟练出的崇孙 听上去不咋地 实则不用亲眼看刀 亲手摸刀就已经可以从这只言片语当中确定 这一代新出炉的徐刀的霸道 他不是最锋利的最坚固的 却肯定是最能发挥持久杀伤力的杀人力气 果不其然呢 觉得被侮辱了的曹伟跳着脚的骂道 你个门外汉 有本事这辈子你都别碰一下崇孙 徐凤年也懒得跟他斤斤计较 伸出手 很快就有曹伟的师兄弟跑过来双手奉上了三柄新刀 这一代徐刀同为重孙 只是按照常理啊 齐军步军以及镇守后方的灵州将族 三者配刀又各有微妙偏重 一般而言北梁铁技尤其是几支精锐重技所配梁刀肯定是最为崭新和出众 只要新刀现实几乎第一时间可以换上 而灵州境内寻常的守军 例如那些并非是同关险爱的镇军 则要迟钝缓慢许多 徐凤年接过一柄战绩配刀 左手握住刀柄横刀在胸 右手手指抹过刀锋 对于食指渗出血丝 他视而不见 他眯起眼睛 在刀身上弹了十几下 竖起耳朵 听着常人辨识不出的轻微回响 他满意的点点头 温纯笑意在那张俊逸脸庞上慢慢的洋溢开去 被曹伟当作叛徒的几名年轻巨子 都如释重负 相视一笑 水扬好苦 草草般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 古明的路 富一舊一湖 帝王江山寄宝图 最后怒慷慨出 几通江山是五湖 山上土人街湖